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时候也许不要那么多的讲你的担心跟你的怀疑 很多时候成年子女也是非常需要我们的鼓励的 你要相信你的孩子是有足够的判断力 跟有足够的一个信心的 所以你要对他们有更多更多的一个信心 但是如果你还是很担心怎么办呢 我会建议你要可以跟上帝来祷告 你要相信上帝会引导会保护你的孩子 另外还有这种情况也会把气氛弄僵 特别是在彼此的关系已经比较紧绷的时候 孩子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你 可是因为可能我们还在气头上就会说 你终于想到我了 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妈 讲话酸溜溜的 或是让孩子觉得是被责备 这个时候孩子好像心里面就会爱你的火又被熄灭了 所以我会建议你你可以跟孩子说谢谢你 谢谢你打电话给我 我好喜欢接到你的电话 我想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学习 好多很多良心的一些沟通 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的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牧师谢谢你哦 我一定回去好好运用 好 那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